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傻女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真正聪明的女人在感情中都是做减发的 她们会在男人爱她的时候就开始下棋 只是为了让这个男人在以后能够更爱自己一点 一 减少相处的时间 很多人认为爱就要天天腻在一起 但是那个热恋时候的想法 一旦过了热恋时期 如果两个人还天天腻在一起的话 就会让双方感觉到疲惫 可能是爱的那个人不会有感觉 因为他觉得恋爱就应该是这样 就应该时时刻刻黏在一起 但是很多人却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时间长了 她们就会觉得厌烦 觉得你管得太多了 让她丝毫没有私人空间 所以女性在热恋的时候 就要开始和男人减少相处的时间 不是不相处 也不是一下去减少 而是慢慢地减少 也就是随着你们热恋时期的长短 来决定你们相处时间的长短 毕竟要给彼此一点使人空间 而且要保留一点神秘感 不要着急把自己所有的知情都让对方知道 这样你们之间的感情温度会下降得很快 想要让男人更爱你 那么女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 这里说的欲望有很多种 克制自己想念她时想联系她的欲望 克制自己想要时时刻刻跟在她身边的欲望 克制自己在外面毫无节制花钱的欲望 身为一个女人和男人相处时 你就要学会懂事 尽可能地给男人减少负担 所以你要适当地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 当你想念她时 不要急于去联系她 多考虑考虑她 摄身处地地为她着想 想想她是否在忙 想想她是否方便 不要不分时间不分赏和 仅仅为了自己一时的想念就去打扰她 这样不仅会给她带来很大的负担 也会让她感到很有压力 同时作为女人就要学会好好持家 挣钱不易 既然选择了跟她在一起 你和她就相当于是一个共同体了 在物质上必要学会金简节约 不要奢侈地浪费花钱 毕竟 学会做一个贤惠的女人 更能让一个男人对你爱不释手 二 减少抱怨的次数 男人之所以会不愿意回家 是因为他回家很累 如果回家能够舒舒服服 开开心心的 那么几个男人又不愿意回家呢 但是大多数男人在回家之后 就要面对妻子的抱怨 抱怨他钱赚得不够多 抱怨孩子太难管 抱怨他回家不做家务等等 这就使得男人回家之后 都不能好好休息 反而是越来越心累 所以他们就慢慢不愿意再回家 但一个男人不愿意回的时候 你就不要想着他还爱你的事了 因为他现在心里可能一直在抱怨你的不好 抱怨你每天都不能让他轻松一点等等 所以女人一定要懂得理解他们的压力 有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沟通的 没有必要一定要吵起来 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方式解决 这样只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所以减少你抱怨的次数 多做沟通 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 这对于婚姻来说很重要 根据生命能量的运行法则 怀揣仇怨会大打消耗你的能量 试想一下 你和某人吵了一架 最后又不了了之 你和他分开了 但却无法释怀 问题在心中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那种纠结 最终占据和消耗了你很多生命能量 在现代科学界 称这种事件为吸引场 内心情绪能量越多 吸引场也就越强大 3.减少对他的爱 这点听起来很奇怪 因为你想要对方增加对你的爱 却又要减少对对方的爱 这看起来十分的不公平 其实感情本来就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 它总会有一个人付出的多 一个人付出的少 不可能是完全持平的状态 而女性在感情中 往往都是站在付出多的那一方 所以男方只需要稍微付出一点感情 那么你的爱就完整了 而现在你想要的是 你们之间的关系改变 那么你就要减少对他的爱 给他制造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让他们有所警惕 这样他们才会更加珍惜和更加爱你 只要他们对你还有爱 那么就一定会回来抓紧你 但是如果对方对你没有爱了 那么做什么努力都是百搭 因为对方根本就看不见 或者说看见了也根本不想理你 那么你就不需要再做努力了 没有必要让自己那么狼狈 记住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可以去做努力 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回应的话就停止 毕竟一个人的努力是没有用的 而感情也不是努力就可以成功的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如果离得太紧 缺点就会自然而然地完全暴露 男人对你的爱就会减少 感情就会破裂 然后就是掰了 如果你对他适当保持距离 不仅会有一层神秘面纱笼络着你 让男人对你产生兴趣 也可以把你最完美的一面展露出来 让他对你爱不释手 又欲罢不能 保持距离需要是大 如果距离太大 你会让他觉得你对他不感兴趣 他也会逐渐对你失去兴趣 从而让一段好的姻缘 因为你的高冷与傲娇失去 当你把你的注意力全放在他的身上时 你就会忽略掉你周围的朋友或者亲人 你的忽视会让你的朋友们远离你 可能到最后你将会成为孤身一人 所以别把全身心都放在他的身上 这样的你是孤注一掷 如果分手了 你会发现你失去的不只是男朋友 还有亲人和朋友 你会很伤心并且难过至极 而且当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他身上的时候 你的这种做法会让他感觉到 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 也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笼子里的巧鸟 被困得透不过气来 在两性关系中 有些时候女人太讲道理 反而不是好事 因为太过于理智 是很难掏出一个男人的 你要是很好讲话 那么男人就不会重视你 不会把你放在心肩上 如果男人认为 他说什么你都不会反对 那么你就很容易被他欺骗 千万不要把你说了算这句话挂在嘴边 偶尔的时候 不讲理 会说不 这样的你 男人不会觉得你是个麻烦 还会看到你的个性 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自然也会愿意去深爱你 你就会一直幸福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